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前疫情缘境 很多的生命都受到威胁 也很多的人处在害怕 沮丧 恐惧里头 但是我想在这里鼓励大家来到神的面前 不要忘记这世界真的有一位神 有一位上帝 祂是爱我们的 让我们来到祂的面前向祂祈求 让祂自己以祂的话语来安慰我们 带领我们 愿我们今天的敬拜 以这几首歌 谦卑自己来到神的面前 求神来带领 神必垂停 因为神是不离不弃 对我们的爱是不离不弃的 祂必在我们的患难里头 赐给我们力量 带给我们安慰 我鼓励那些在这个疫情当中受到冲击的弟兄姐妹们 或者朋友们 敞开你们的心来到神的面前 无论你们是谁 我们的神都能帮助 愿你借着这个与我们一起的敬拜 来认识我们这一位上帝 我们将今天敬拜的时间 完全都交托到我们神的手中 还没开始之前 我们来做一个祷告 感谢主 父母 父神 我们感谢赞美你 因为我们知道 无论在任何状况里头 主啊 你依然掌管我们的生命 主啊 你帮助那些在患难里头 恐惧沮丧的生命里头 主啊 你赐下安慰 你自己来触摸他们的灵 让他们能够 让他们能够放下自己来到主你的面前 交托 主啊 你必赐他们力量 让他们得安慰 主啊 感谢你 我们为着今早的机会 今早的赞美 还有真道的时间 都完全交托到主你的身手当中 主求主你 带领你圣灵来带领我们 进入主你的敬拜里头 主 感谢你 我们将今天的时间 完全的交托 如此祷告 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生的名旧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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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 以一颗 宪贝的心 喜乐的灵来到敬拜我们的神 阿们 谢谢主 阿们 加油 我要挣脚你的心情 每一天你要珍惜你自己 每一天不要忘记永远爱你 每一天不要心意说风情 每一天不要忘记永远爱你 每一天不要忘记永远爱你 每一天不要忘记永远爱 这个世界再有一位生命 他的双手紧紧紧拥抱你 漫漫参念被你做过 我爱你被一生再求 每一天不要忘记永远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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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天不要践啊 每一天不要沉 guidelines 那一天不要忘记那一天 那一天不要轻易说分期 这个世界总有一位圣地 我爱你初 Morning 我爱你初 愿稀 собствен 我爱你初 愿稀为分期 当你双手渴望静静拥抱你 满满苍蝉爱你 你从而来 我爱你推上自己 这个世界曾有一位生命 我爱你推上自己 满满苍蝉爱你虽然记忆吗 满满苍蝉爱你虽然记忆吗 这个世界曾有一位生命 你双手渴望静静拥抱你 满满苍蝉爱你虽然记忆吗 我爱你推上自己 这个世界怎又以为生命 我爱你的愿意帮助你 茫茫的海虽然寂寞 我爱你的愿意帮助你 这个世界怎又以为生命 我爱你的愿意帮助你 慢慢想要给你做 我爱你的愿意帮助你 慢慢想要给你做 我爱你的愿意帮助你 慢慢想要给你做 我爱你的愿意帮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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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rini来努力 你 эту愿意帮助你 耶稣我来敬拜祢 美的心在祢面重新归 耶稣我来敬拜祢 爱到图前 谁在路前我的祝福 耶稣我来敬拜祢 美的心在祢面重新归 耶稣我来敬拜祢 全心相信 你的安天还允许 谁我四周 无离不弃 全心相信 或是都不相消灵 我愿意是 爱的道理 美的祝福 全心相信 我的祝福 耶稣我来敬拜祢 耶稣我来敬拜祢 全心相信 你的安天还允许 谁我自己 无离不弃 全心相信 或是都不相消灵 全心相信 我愿意是 爱的道理 全心相信 我愿意是 爱的道理 全心相信 你的安天还允许 全心相信 你的安天还允许 我愿意是 爱的道理 全心相信 我愿意才恋悶 全心伝悲 全心善悲 与我静静 我一生 永远离当地 全心相信 你的脸颠我允许 却不自尽 无离不弃 全心相信 或是都不想像你 我愿一生 爱你到底 全心不全 死下一切永远离 耶稣我来敬拜你 美美的心 在你肯定重新的里 耶稣我来敬拜你 全心相信 明明的暗天还允许 最不自尽 最不自尽 不离不弃 全心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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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一生 爱你到底 我全心相信 全心相信 全心相信 我愿一切永远离 我愿一生 全心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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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想你 我愿一生 爱你当地 重新相随 你的恩典和允许 随我自救 不离不弃 全新相随 我时都不想想你 我愿一生 爱你当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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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想念 再绝对 我愿一生 爱你当地 再绝对 重新相随 我愿一生 爱你当地 我愿一生 爱你当地 我愿一生 爱你当地 愿主赐给你 仿佛来好听 以后不要忘记 我们相约在主义 只靠我们相约在主义 愿主赐给你 仿佛来好听 总有晚餐给你 仿佛来好听 在主爱里 我等着你 在主义 祝福你 我在主义 思念你 愿主赐给你 进入天地 我在主义 祝福你 我在主义 思念你 愿主赐给你 仿佛来好听 在主义 祝福你 我在主义 祝福你 我在主义 思念你 愿主赐给你 仿佛来好听 在主义 祝福你 我在主义 思念你 愿主赐给你 仿佛来好听 愿主赐给你 仿佛来好听 在主义 祝福你 我在主义 祝福你 我在主义 思念你 愿主赐给你 仿佛来好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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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哈喽,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好。 我们已经没有到教会很久了,说真话真的是想念教会了,不知道要等到几时才能大家一起见面。 好,今天我们要开始另外一种的敬拜,圣传的敬拜。 好,今天我要跟大家来一起读一段经文在六家福音22章 由十四节到二十节。十四节开始。 晚餐时,耶稣和使徒们一同坐席。 十五节。 耶稣对他们说,我一直盼望在受难之前,和你们同次这个一夜节的宴席。十五节。 我告诉你们,在这厌食,成就在上帝的活度之前,我不会再试这厌食了。十七节。 他借过悲来,就随后说,你们拿去烹着喝吧。 十八节。 我告诉你们,我告诉你们,在上帝的国降临之前,我不会再喝这葡萄酒了。十九节。 二十节。 借着他拿起饼来,就随后,摆开地给他们说,这是我为你们牺牲的身体。感谢主耶稣。 你们,你们今后也要这样做,以纪念我。二十节。 饭后,他又举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力的心意。这些是为你们留的。 感谢主耶稣。 当我们,度这段结婚的时候,我们会想起,我会想起到,在以色列人在做埃及的时候,他们也是在家里吃那个羔羊,用了血涂在门口。 就好像,他们在一月节,已经脱离了。 就好像,他们在一月节,已经脱离了。 就,奴布的身份,他们拿到自由了。 今天,耶稣也是一样,因为他说,他是为我们牺牲的身体。 我们今天要一起来领用这个圣传。 来,大家拿起饼来,跟我一起念。 用右手码。 感谢主耶稣。 由于,祢破碎的身体为我们而舍。 因着祢所受的变伤我们的意志,我们相信也领受这完全的意志。 阿们 大家试试来 刚才我们刚刚利用的生产那柄 我们心里要相信 当我们口说的时候 我们相信 也领受就完全的一次 我们就要相信 不要再去 有不信 一定要信 现在拿起杯来 也是跟着我一起念 感谢主耶稣 我们得以称义 能够领受 祢所 赐给我们 在祢产业里 得享丰盛的生命 阿们一起利用来 耶稣也是告诉我们 那个新月的血是为我们留的 他摆开的那柄 也是 就是他的身体为我们牺牲的 我们一定要认念耶稣 没有耶稣 我们没有今天 感谢主耶稣 谢谢 谢谢 他说 挖 我们知道耶稣继续爱我们,看着我们, 鼓励我们,我们很感谢耶稣, 虽然在网上我们继续可以赞美祂, 甚至听祂的怀疑,感谢耶稣。 大家好,我们真的过了一个很特别,很艰难的时候, 没有想到我们会过这个时候,没有想到会过这个疫情, 但是,我现在,我们大家在家困字了, 我们都没有想到我们好像坐牢,都不需要去监房啊, 我们真的好像是坐牢啊。 我记得好像我们看保罗他的经文,他有说到他都是坐牢, 在家困字,不可以出。 这样做了几天,我就遇到一个朋友, 我只隔了几间房子,很久没有见到他, 那一天我回来的时候,我出去买些东西, 我就遇到他,我就问他,我说, 他的名字叫做姓甘,甘生啊,怎么样啊,好吗? 他就跟我说,不太好啊,我在做什么事啊, 他说,很不舒服啊,周身好像不舒服, 又好像有少少病似的。 我,我说,那做什么啊,没去看医生啊, 他说,这些不是医生的东西啊, 我都不知道啊,我觉得, 困字在家啊,弄到我真是,好,不好啊,我不欢喜啊, 真的好像坐牢似的。 所以这个EMCO呢,就弄到个个都是很乱, 很不高兴,是不是啊? 不只是弄到你身体不太,觉得不太好, 但是,你的想啊,你的头脑啊,想东西啊, 都弄到歪了, 只想着,怎么好啊,怎么好啊, 是不是啊? 所以,拜拜,我们看出报章啊, 或者电视啊,报告啊, 又说几多人死啊, 又几多人自杀啊, 听到都是不开心啊,是不是? 所以,我们想着,这个疫情, 什么时候会消失啊? 什么时候会没有啊? 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 耶稣基督继续看着我们,鼓励我们。 我们有耶稣,我们不需要怕, 我们知道因为他会和我们一起, 我们过这个难关, 我们会过,我知道会过, 因为上帝赐给我们, 他的独生子, 上帝的爱给我们, 上帝是我们的天父, 他会照顾我们。 我们很感谢我们的主耶稣。 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诗篇第三章。 那我们看完诗篇第一章, 诗篇第二章, 现在再看诗篇第三, 第三章。 关于大胃。 那我们就开始看这几段经文呢? 我们大家低头祈祷。 耶稣,我们很感谢你。 感谢你, 虽然我们过这个疫情, 你继续照顾我们, 继续给我们健康, 给我们平安, 以及继续鼓励我们。 我们很感谢你。 那么,耶稣, 我们今朝再在你的面前, 读你的经文, 读你的话语。 耶稣,我求你给我们智慧去明白, 接受到你的祝福, 接受到你的爱。 因为我们祈祷奉你的命。 阿们。 好,我们请看诗篇第三章。 诗篇三。 第一节。 耶和华啊, 我的敌人何其家争? 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 有许多人议论我说, 他得不着神的帮助。 希拉。 但你耶和华是我视为的盾牌, 是我的荣耀, 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 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 他就从他的身上应允我。 希拉。 我躺下睡觉, 我醒着, 耶和华都保佑我。 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 我也不怕。 耶和华啊, 求你起来。 我的神啊, 求你救我。 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塞骨, 敲碎了恶人的牙齿。 救恩属夫耶和华, 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 希拉。 那么这里呢, 他写下诗篇第三章呢, 就是有少少困难。 所以他写出来, 和分享给你的手足, 给你的人民, 知道, 他怎么过这个难关。 好了, 这个难关呢, 就是关于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 英文叫做Epsilon。 Epsilon呢, 就是大卫的第三个儿子。 因为我们看圣经呢, 在Samuel第二章, 第十三章, Samuel后书, sorry, Samuel后书第十三章到十九章, 就讲到这个时了。 Epsilon是大卫的第三个儿子。 讲起来, Epsilon呢, 讲起来大卫有很多儿子。 这些皇帝有很多老婆, 有很多帖子。 有很多帖子。 Solomon一样, 但是, 这几段经文呢, 在Samuel后书呢, 就讲到Epsilon。 Epsilon, 他叫人杀死, 他的兄弟, 叫做Emon。 因为怎样? 因为Emon, 奸了, 奸了他的阿妹, Tama。 所以, 他很撞火, 因为他很喜欢阿妹, 但是, 他杀了他, Emon呢, 他的, 他的, 他说是什么, 他的, 他的, 半兄弟, 半兄弟, 杀了他。 他杀了他, 他害怕阿爸会追杀他, 他就走了, 出走了, 走到一个地方, 叫做, 他那地方持, 叫名叫做, Yashat, 他持在那里, 住了三年, 他三年, 他不可以不可以回来, 因为他知道, 他觉得大卫不会接他回来, 因为他杀了人, 那么, 他持开三年, 那几三年在那里, 他就偷偷在大卫的背后, 拿招很多人帮他, 招很多兵火, 那么, 他到第四年, 大卫就叫他去这个地方, 叫做Hebron, 在Hebron那时候, 他就开始, 开始, 想, 解仔, 怎样, 可以, 拿走, 大卫的, 王位, 他爱做皇帝, 那么, 他就, 想到, 好了, 我拿到这么多人了, 帮助我了, 我现在, 我爱去耶路撒林, 我爱做皇帝, 那么, 他真的去到, 因为他有很多, 很多人, 帮着他, 军火啊, 那些兵啊, 跟着他去那里, 甚至去, 去大卫的皇宫, 进去那里, 拿了他的东西, 去那里, 做, 自己, 说他是皇帝, 上任, 甚至, 上任, 他就叫哪个啊, 他就叫, 叫他那些, 叫他那些, 叫他的那些兵, 去追杀, 大卫的兵, 和, 甚至, 追杀, 有八, 真是, 追杀不到, 有一日, 那些兵啊, 那些兵啊, 是, 合法的皇帝, 他不是, 因为上帝说了, 大卫是皇帝, 不是任何人, 所以, 他被那个时压, 勾住他, 勾住他, 在马上谷, 不做得什么, 这样做, 用这个机会, 杀死, Epsilon, 用三支枪, 刺他的身, 就刺死了, 这班人, 没有了皇帝啦, 没有人跟啦, 没有事啦, 所以, 大卫呢, 就回去耶路撒冷, 去拿回, 他自己的应得的, 王位, 那, 这些都发生啦, 这段诗篇第三章呢, 就是, 讲到, 大卫, 是, 跟上帝讲, 关于这件事, 他, Epsilon, 就爱追他, 爱杀他, 到那时候, 他都不知道怎么好, 他就害怕, 被我们, 有人追杀我们, 我们做什么, 没理由我们错字, 哦, 和耶稣说, 我有人来杀我, 没有信心啦, 我在家啦, 你会来救我, 不是, 我们都会走, 走, 他病, 他病, 病那时候, 他的心情, 这个就是他的敬正, 他的心情, 他就写下这个诗篇, 关于, 那时候, 他的心情, 他觉得是怎样, 他觉得, 上帝是怎样对他, 是上帝是怎样的人, 可以这样说, 怎样的神, 好了, 我们再看回, 诗篇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你看, 讲到, 大卫, 就跟上帝讲, 英文就叫做Lord, 大卫用这个名字, 就知道, 上帝, 是万能, 所以, 他第一件事, 就跟上帝, 叫上帝这样的名字, 因为他知道, 上帝是万能, 他说什么, 他跟上帝, 他会发怒骚, 他会很伤心, 他会做什么这样的事发生, 为什么我的儿子会追杀我, 弄到我这样的地位, 我走, 我是一个皇帝, 我都爱走, 因为我儿子, 我会追杀我, 那我去到那地方, 讲完第二节, 你就看, 那字, 写了, 我没解释这个字, 写了, 第二节, 就说什么, 很多人说, 上帝, 不会来救你的了, 自己写下, 他听到, 他知道, 你快点走啦, 你不走, 你会死的, 上帝不会来救你的, 这样他又停, 写了, 这个写了的字, 就叫一个, 好像我们说,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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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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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一下, 好像你听音乐嘛, 有地方, 我好像说, 叫你停, 停, 做什么停呢? 有时, 我们做人, 很多时候, 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或者我们的家庭, 或者我们的公司, 或者我们的事业, 很完整到,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所以我们停, 为什么停呢? 不是停, 不要做工啊, 停, 不要想东西啊, 停, 思想下, 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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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什么, 这样的事发生, 想下, 怎样, 可以解决, 或者在这里, 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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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下耶稣, 是不是? 我们都是很需要, 这样, 清静一下, 想, 想下, 怎样解决, 想下, 到时, 我们都是过这样的难关, 怎样辛苦法, 都是过, 啊, 我们记得, 耶稣基督, 来帮我们, 耶稣基督, 祝福我们, 给我们这样的信心, 继续, 生存下去, 啊, 所以, 很重要, 我们到这样的好, 这样的地步, 我们不知道怎么做, 我们只是可以讨告, 和, 坐下, 清静一下, 想, 清静一下, 看经文, 清静一下, 想, 我们的, 耶稣, 的爱, 所以, 这里呢, 大卫, 就给了这样的见证, 虽然, 他, 虽然, 他, 他, 觉得, 很多人, 我要追他, 我要杀他, 我要和他作对, 很多人说, 上帝不会救你的了, 他怎么做啊? 他不是, 哭啊, 发难渣啊, 做什么? 他写下这个字, 写下, 想下, 你想下, 你想下, 那些人, 你自己想到, 那些人, 那些人, 这么说的, 合理没有呢? 对不对呢? 好, 所以我们, 去做这件事, 我们要坐下, 清晴, 所以人家说, 顶点你, 顶点你, 坐下, 不用那么, 不用那么, 什么叫做什么? 不用那么冲突, 坐下, 吵一口气, 吵一口气, 或者喝一杯咖啡, 看我们如何治理这件事。 我们呢, 有耶稣, 我们就跟耶稣说, 我们可以祷告。 我们继续看, 第三到第四节, 他就说到, 大卫虽然是过这个很辛苦的时候, 他记得, 上帝是他的党牌。 党牌呢, 我们可以看以前的党牌, 你党牌, 或者是党牌, 不要被人刀, 打仗那时候, 打架啊, 不要被箭啊, 槍啊, 或者刀啊, 你可以挡住他, 但是这个党牌呢, 就是说, 表示说, 挡住他的头到脚, 是很大的党牌。 所以, 大卫就跟上帝说, 你是我的党牌, 你会看着我, 保住我, 你会被人伤害我, 因为你顶着我, 没有人可以相爱我, 之时, 他, 他说, 想你就是这个党牌。 只说, 他跟上帝说, 他很感谢他。 好, 那么, 他还有说, 他不会有这个党牌呢, 他不会觉得他会失败咯。 他不会觉得他很没用咯。 因为, 怎样啊? 因为, 他知道, 上帝是帮着他。 是不是啊? 那么, 我们也是这样, 看回我们自己呢, 很多时候, 有时候我们做不到事情, 我们觉得我们真是, 没用咯。 啊? 做什么都失败。 好像人家外面那些, 普通那些朋友有时候说, 哎呀, 你们啊, 做鬼都不靓啊。 是不是啊? 说笑一样, 做鬼都不靓啊。 批评你, 说你没用。 看少你。 哦? 这个世界是这样的。 这个世界是这样的。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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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你都会明白, 你都会, 同意我, 是这样的。 因为, 这个世界的人呢, 就是, 看你的, 啊, 表面。 你, 你做得漂亮啦, 啊, 你可以说成功那样啦, 啊, 你就是好人, 做得事。 但是, 要赦免我们的罪。 他会不会被我们接受到他的救恩。 是他觉得人啊, 这个世界, 是没得救啊, 没用啊。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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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世界是很失败啊, 那说起来是啦, 很失败啊, 啊, 他会用什么麻烦啊, 在天上, 下来, 啊, 做人, 死在十架, 为什么呢? 浪败啊, 是不是? 所以我们不用那么害怕, 我们不需要怕, 别人说我们没什么不好, 我们不要不需要理, 我们照行, 照爱我们的耶稣, 因为耶稣爱我们, 为什么? 因为上帝是我们的天父, 我们是他的儿女, 还有一次我说到, 我们是个儿女, 我们爱面包, 他不会给我们食头。 我们是什么呀? 他不会给我们毒药吃的, 我们可以跟他说。 那我们就看下来, 看第四节呢, 就讲到大会讲, 他继续, 他继续, 比起见证, 他跟上帝祷告, 和他觉得, 上帝会听到他的祷告。 上帝在他的清洁的山, 他的圣山, 会听到大会的祷告。 那我们讲起来, 这个圣山是怎么来的呢? 记得有没有, 有时候出埃及那时候, 出埃及, 上帝就叫摩西去这个地方, 去上这个山。 这个山呢, 就上帝和摩西讲, 给他十诫教, 他教他怎么带这帮犹太人, 怎么照顾他们, 怎么做一个领袖, 他又讲, 跟他的人说, 这帮人民, 不可以走近这个山。 谁走近呢, 他就会死, 因为这个山呢, 就是圣山。 只是摩西和上帝讲话, 只是上帝和摩西讲话, 那么这里呢, 大会就说, 他说, 我和你祷告, 我知道你会听到, 甚至你祝福我。 就在这里了, 真是很感谢, 我们的上帝, 感谢我们的耶稣, 因为我们的耶稣, 会答应我们的祷告, 会答应我们的祷告, 答应我们的祷告, 我们只要祷告而已, 我们只要跟耶稣说, 跟他要求, 祷告, 他会帮我们, 一样好像大会, 跟上帝, 祷告。 所以我们, 是不是可以赞, 我们的耶稣基督呢? 我们真是可以说, Hallelujah, Praise the Lord, 感谢, 感谢主。 好了, 第五节到第六节, 就说到什么? 大会继续给他见证, 他说, 我知道, 你继续看自我, 他当上的, 你看自我, 你看自我, 我就真是有一个很好的平安, 一个很好的感觉, 我真是可以睡得了, 你看自我, 哦, 为什么睡得了, 因为他知道, 他不需要怕, 他们的敌人, 不需要怕那些人, 追索他, 为什么? 因为上帝, 看着他嘛, 保住他嘛, 哦, 对我们, 不是说对我们, 各个任何人, 有一个, 好睡, 一个时候可以, 给我们一个好睡, 睡啊, 睡觉啊, 睡得软啊, 是真是福气啊, 因为我听到很多人说, 哎呀, 我一天, 都不知道睡得两三个小时而已, 有些我, 我问那些朋友, 我说, 你家里, 你每天睡多少个小时, 我说, 七八个小时, 有些有十个小时, 我说, 你真是好命啊, 我说, 真是难病, 最多最多, 睡五个小时, 或者六个小时, 我来看 Google, 一个人可以睡多最少八个小时, 我说, 我这样的年纪, 八个小时, 我很惨啊, 我每天都睡四五个小时, 都没有够啊, 比较这么说, 睡觉休息, 是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休息, 我们会有时, 好像, 不久饭那样, 很容易, 藏火, 甚至有时, 我们的, 身体, 会发病, 因为我们不够睡, 不够休息, 我们没有这么多的平安, 我们休息不到, 但是这里呢, 我们要记得, 大卫都说, 因为上帝看着他, 他不需要怕, 没有那么多顾虑, 他可以, 他可以, 休息, 他睡觉的, 睡得好爽, 睡得冷, 所以, 兄弟姊妹, 我们, 我们, 继续, 放我们的信心, 在我们的耶稣, 因为他会给我们平安, 他会, 给我们, 啊, 啊, 同路, 不要想这么多, 他会, 因为他, 看着, 我们, 是吗, 啊, 那么, 你们没有愤怒的, 我想很多东西, 因为这个疫情, 什么时候打疫苗, 打什么疫苗好呢, 啊, 为什么我们找那么久呢,很多意思,很多东西想,我们不需要想很多东西,我们跟耶稣说,耶稣我真的很烦,很多东西想,我真的睡得睡不到,你帮我吧,你跟耶稣说,我保证你,耶稣会给你一个很好的休息,很好的睡觉, 你睡得很暖日日,因为你的顾虑交给耶稣了,你知道耶稣照顾你,看着你,祂长着我们,祂看着我们,无论有什么坏消息, 耶稣就继续帮我们,唯消息,总之一日会变好消息,阿里路亚,感谢知,最后呢,大卫就说, 他跟上帝说,想你来救我,救我,救我,上帝,救我,耶稣,你帮我打仗,帮我打病,打败,不是打病,打败我们的敌人, 打败我们的敌人,打败我们的敌人,打败我们的敌人, 打败我们的敌人,他跟上帝这样讲我,叫上帝起身,来救我,打败我们的敌人, 打败我们的敌人,我想到,说,大卫你可以这样做, 我想,说,为什麽我们可以这样跟上帝这么说嘉宾? 因为大卫明白 因为大卫知道 这个上帝会听他说 这个上帝是他的天父 虽然这里没有说到 他说 尊重没有说到上帝的天父 他的心中知道 知道上帝是怎样为他 怎样为他一班犹太人 就是这里了 他会给他成功 因为他知道 这个上帝 他给他上帝 给上帝荣耀 因为成功 是上帝的 上帝给他成功 这个很重要 这个经文是很重要 对我们很重要 为什么呢 很多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 成功 不是说我们的本事 实在是上帝赐给我们的 上帝帮我们 给我们做事又成功 我们的态度是怎样呢 我们的态度可以继续 放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的态度 第二位的见证 第二位的见证 都是可以属于我们的见证 我们的信心 我们就可以 清静一下 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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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耶稣是有帮过我 那么这个疫情 那么这个问题 我不过不了吗 我们会过到 所以我们很感谢耶稣 哈利路亚 感谢他 我们感谢主 我们赞美耶稣 因为耶稣基督 不会被我们失望 我们感谢他 好了 我们大家低头 祈祷 耶稣基督 我们很感谢你 因为你给我们 这么好重要 这么好的信息 关于你的爱 关于你继续体制我们 耶稣 我为我们的兄弟姊妹 交托 交他们给你 求你继续给他们 信心 给他们信心 来信你 来听你的话语 给你一个机会 来坐下 来思想 你的经文 来想到 你的好处 甚至 甚至给你 荣耀 因为成功 是你 你给我们成功 不是我们的本事 耶稣 我们感谢你 我们知道你 会给我们力量 会经过 会过这个 疫情 你会继续给我们健康 你会继续帮我们 因为我们祈祷 奉耶稣的名 阿们 哈利路亚 感谢祈祢 我感谢祈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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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